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廣榮帝興安息禮 2月2日 下午1點 九龍殯儀館304光榮堂 障礙公約跑,有理做依靠 3月23日星期六,大南充印隧道 有附影教會為障礙家園舉辦的慈善邦和訪報號 距離有3K、5K和10K 除了你之外 還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支持 當日收入所得 會成為障礙家園的支出營運需要 期待你的參與和支持 拜拜 大兄姊妹 請問問你近來的人 想不想感受神話語的亮光 機會來了 每個主日崇拜 你除了在位置讀神話語之外 我們可以給你一個咪 用你堅定的聲音 大聲重讀神話語 回應傳到人的祝福 你就會聽到神跟你講話 知道你們平時好黃 讀經祖的服侍很簡單 不用開會 不用擔心 只需要你準時坐定定在第一行 用你謙斃的心 打開你的口 就可以服侍神 感受主的同在 各位想用聲音服侍神的大兄姊妹 記得要加入讀經祖 等你呀 2024拿西爾人事奉訓練計劃 為教會培訓領袖 幫我們人生抓緊照明 憑信心奉獻半年時間 分別出來接受事奉訓練 為主而活 訓練日期為3月至8月 名額有限 有心智的特兄姊妹 我向所屬家的家長申請 另外 教會設立了拿西爾人事奉訓基金 作行員的津貼 鼓勵弟兄姊妹 以奉獻支持這個建造生命的工程 奉獻者請用特徹的奉獻封 並將奉獻投入禮堂外的奉獻箱 多謝大家 各位家長 2月4日就有親子崇拜了 好想邀請大家一起培育孩子的靈性 帶領他們從小認識神 這麼重要的任務 當然是遇上大家啦 2月25號 星期日下午3點鐘 我們會有職場蒙恩典講座 我們承邀到新加坡 新生命城市教會的創會牧師 蔡玉才牧師來為我們分享 想知道職場上 怎樣能夠蒙神的恩典 怎樣能夠經歷神的權能 怎樣能夠面對錯節、壓力、迫白、 缺乏、試探和誘惑 怎樣回應職場上神給我們的呼召 怎樣能夠成為堅證、傳福音 運用熟靈恩賜、彰顯基督的愛和權能 就要預留時間來參加啦 教會大掃除 2月4號 下午3點至5點 想參加的弟兄姊妹 可以填表報名 鼓勵弟兄姊妹一起清潔神的家 有新年輝春發售啦 成本價5元 歡迎自由奉獻 可以在今日或者下星期 在散了會之後禮堂外購買 2月11號是新春合堂崇拜 聚會時間改為11點到1點 請各位留意 弟兄姊妹的奉獻可以透過轉數快 PayMe、網上銀行、繳費零 或者櫃圓機直接傳入教會的銀行戶口 提提大家記得將你們的聲明、奉獻類別 透過WhatsApp或者Signal通知我們 電話是5380-7272 詳情請大家參與教會的網頁